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做公保鸡丁 主要材料有花生米两把,大约50克上下 鸡胸肉半磅左右 少许红辣椒或者红彩椒 花生米用清水泡一会儿 皮就会皱起来了 椒 椒剪成小丁 不喜欢吃辣就少放些 再不吃辣就用红彩椒带 则是给菜上点色彩 鸡肉也切成小丁 不管切什么肉丝肉片 都要在它半冰冻的状况最好上手 三五分钟后就容易剥落了 然后水弄干炒熟或者烤熟它 我们先给它入味 两三克盐 两三克糖 一点料酒 先给它拌匀 再放大约一勺的淀粉 再拌匀待用 那接下来开火前 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 我建议你先做好调料汁 因为这道菜全程都是大火炒 如果你拿捏不准的话 会弄到手忙脚乱干 我们用一汤勺 一个tablespoon的水 一个tablespoon的生粉 再一个tablespoon的糖 满满的 再一个tablespoon的生抽 一个tablespoon的 净姜醋 最后下几滴老抽上色 拌匀后就可以准备开火了 锅热下油 餐馆里鸡粒是放大油锅里走一下的 那家里没有这个条件 但我们可以用炒两三个菜的油滑一下 油热鸡丁下 爆炒到变色 转身就给它先起锅 多余的油装一点出来炒菜 锅里是一点爆香辣椒用 不洗辣就少放一点 纸不要放 再不能吃辣 就用红彩椒带 爆香后鸡丁回锅 调好的酱汁下 最后炒熟的花生虾 拌匀后就可以装盘了 那这道菜上桌前可以再淋一些麻油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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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